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对这个存储器以及CPU做了一些简单的学习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综合的来学习计算机指令的执行过程 那么对于计算机指令的执行过程这节课呢 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去学习的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CPU的流水线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指令执行的过程 那么对于指令执行的过程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是这个取指令 第二个步骤呢是这个分析指令 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执行指令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这里面每一个步骤 它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那么为了清晰的演示这个指令所执行的过程呢 我们需要把指令执行过程 涉及的一些设备给列出来 那么在这里面就有这个数据缓充器 指令缓充器 以及运算器 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投入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 以及状态制寄存器 还有呢就是这个程序计数器 指令一码器 时序发生器 以及这个指令寄存器 那么左边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看作是运算器的部分 而右边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控制器的部分 而上面的这两个表格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高速缓存的这个部分 那么它们之间呢 都是通过这个片内总线连接起来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指令执行的时候涉及的一些设备 那么指令执行的时候 通常有哪些操作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执行指令的时候 首先会发生这个数据缓存 以及指令缓存 也就是把这个数据 以及相关的指令 缓存起来 放到这个CPU的高速缓存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缓存了五条数据 以及五条指令 同时呢 对于这个指令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这个操作码 以及这个地址码 那么把这个数据和指令 缓存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指令的执行了 那么对于这个指令的执行 首先是这个程序计输器 把当前需要执行的指令 给缓存起来 那么这里面缓存的是 这个101这条指令 那么程序计输器呢 它只知道这个指令的地址 它不知道这个指令具体的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通过这个总线 来到这个指令缓存 把这个101这条指令给拿出来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101它的操作码是MOV 它的地址码是R0R1 那么把这个101这条指令 给定外到之后呢 这条指令呢 就可以通过片列总线 来到这个指令寄存器 那么这个时候 指令寄存器 就会缓存起来 这条指令的具体内容 包括这个操作码和这个地址码 那么这个指令寄存器呢 它是不知道这条指令 具体的内容的 那么它还需要把这条指令 发送到这个指令一码器里面去 好的 接着就把这条指令 给发送到这个指令一码器里面去 同时呢 我们需要记得的是 发送之后呢 程序计输器要加1 一向下一条需要执行的指令 102 那么指令一码器 拿到这个101这条指令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相关的一码 那么一码完成之后呢 它就理解这条指令具体的内容了 那么这条指令呢 它其实是把这个R0寄存器的数据 移到这个R1里面去 好的 那么指令一码器 理解了这条指令的具体内容呢 它就可以发出这个控制信号 那么控制信号 就可以通过片列的总线来到这个运算器里面 那么运算器呢 在拿到这个控制信号之后 它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了 那么首先呢 它会把这个R0 加载到这个ALU里面去 接着呢 再把这个R0的数据送出来 送到这个数据总线 接着拿到这个数据缓存器 那么数据缓存器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R0的数据 覆盖到这个R1里面去 这个时候就完成了这条指令的操作 那么完成了这条指令之后呢 CPU又会执行下条指令 那么下条指令呢 也是从这个程序技术器里面拿出来的 那么这条指令所执行的过程呢 与这个101也是类似的 那么在这里面老师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个过程 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 首先对于这个取指令阶段 会完成什么操作呢 首先会从这个指令缓存里面 取出相关的指令 然后呢 把这条指令呢 送到这个指令寄存器 接着在第二个步骤 分析指令的时候呢 会首先把这条指令 从寄存器里面拿出来 送到这个指令印码器里面 进行相关的印码 接着呢 这个指令印码器发出相关的控制信号 同时呢 这个程序技术器要加一 指向下一条指令 接着就来到了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这个 执行指令的这个阶段 那么对于执行指令呢 首先会把这个数据 装载到寄存器 接着ALU 开始处理相关的数据 接着呢 会记录这个预算状态 如果有这个经位 或者有这个益处的话 会记录到这个 状态寄存器里面去的 最后把这个结果给送出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指令执行过程里面的 一般操作 在刚才的演示里面呢 也基本覆盖了 这里面的各个步骤 那么在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呢 有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当这个需要取指令 以及分析指令的时候 主要是由这个控制器在工作的 那么在执行指令的时候呢 主要是由这个运算器在工作的 也就是说 这个运算器和这个控制器 它不能同时工作 那么这就导致了 CPU的综合利用率并不高 因此呢 我们需要改进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 来提高这个CPU的综合利用率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CPU的流水线的设计 那么对于这个CPU的流水线设计 其实呢 它跟这个工厂的装配线 是非常类似的 工厂的装配线呢 它使得多个产品 可以同时的被加工 其次呢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刻 不同的产品 均位于不同的被加工的阶段 那么这一个思想 把它应用到计算器里面呢 就是这个CPU的流水线设计 我们先来看看 假如说没有应用这个流水线设计 我们需要执行两条指令的话 是怎么样执行的 冲行执行 我们先取第一条指令的 取指令阶段 然后是分析第一条指令 然后是执行第一条指令 接着在第一条指令完成之后呢 再执行第二条指令 先取指令 接着分析第二条指令 然后呢 执行第二条指令 那么这个呢 就是没有应用这个流水线设计 来执行两条指令的时候的 这个结果 那么如果应用的话 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首先取第一条指令 然后呢 分析第一条指令 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可以取第二条指令 接着在第一条指令 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第二条指令呢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分析 接着我们再来执行第二条指令 那么对于下面的这个呢 就是CPU流水线的执行相关的指令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表格来看一下 如果CPU使用流水线的设计 执行这条指令的话 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流水线来执行七条指令 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片呢 都会有一条或者是多条指令 正在执行 比如说这里面 第一条指令在取指令的时候呢 后面的指令呢 都还没有开始执行 然后呢 在第二个时间片 第一条指令 在开始分析指令的时候呢 那么第二条指令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取指令的操作了 那么对于第三个时间片呢 第一条指令呢 就开始执行指令了 而对于第二条指令呢 就开始分析指令了 而对于第三条指令呢 就开始取指令了 按照这样子的顺序 推演下去呢 就是CPU在流水线执行 多条指令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使用流水线去执行 多条指令的话 就可以大大提升这个CPU的利用效率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运算 来了解这里面 使用了流水线之后 它的效率提升了多少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创行和流水线执行M条指令 那么对于创行呢 它执行M条指令的时间是T1 等于3T 乘于M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取指令 分析指令和这个执行指令 它说使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小T 接着我们再来算 流水线执行M条指令 它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流水线执行呢 它T2 等于T 乘于M加2 我们把T2 除以T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效率的提升 T2 除以T1等于小T 乘于M加2 除以3T 乘于M 等于3分之1 加上这个3M分之1 那么当M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3M分之1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在这里面理想化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流水线它的效率 看作是创行的三倍 那么这个呢 就是CPU的流水线设计所带来的效果 最后简单总结 这里看的主要内容 这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指令执行的过程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CPU的流水线设计 在指令执行的过程 我们演示了一条指令 它从这个加载到CPU里面 到执行完成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对于这个CPU的流水线设计呢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CPU的利用效率去看待的 用了这个流水线设计之后呢 我们可以大大提升这个CPU的利用率 好的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